说实话它应该不难吃 奶茶双瓶饭 8月份过生日 自己捏了个盘子 9月份上色 今天终于告诉我烤好了 这么多作品里 我一眼就看着它了 不愧是我自己做的 怎么样是不是很出众 拿回来给你们好好看看 我现在还能有个盒子 毕竟300多块钱做的呢 就给我拿个小黑袋 这个做的怎么样 之前有人说像熊大和草莓成的私生子 我是很不满意的 烧出来正经不错 还可以挺艺术的 属于耐看型的 很可爱 然后我们今天做奶酪吧 就是外边买的奶酪吧 5个就18块钱 我吃了一个蜘蛛小的 今天咱们就是奶酪棒自由 4种材料就能让你奶酪棒自由了 先来200块奶油奶酪 加入40克糖 隔着热水给它稍微搅拌一下 再加300克纯牛奶 非常简单 我们继续给它搅拌中化 烈了 不是为什么会烈呀 我这个水温度也不是很高啊 而且我之前也这么操作过呀 这个水也不烫啊 我这个手都能摸这个碗 为啥呀 白虾我的大碗了 还有我一盒奶油奶酪 天空是为蓝色 再来40克糖 给它们搅拌一下 不行 这个碗边太厚了 里边都不热乎了 那还是要用锅里烧出来的热水啊 但是这次我加热完了就不开火 刚才是边加热边搅拌 大火碗根本不倒热什么事啊 然后加入20克泡好的吉利丁片 充分搅拌融化 然后再给它过滤一下 家里没碗的只能用盘了 这碗是谁设计的呢 一道全拉了边上来 那不能整个小口吗 给它过滤一下啊 果然上面还有很多这个渣吧 不够细腻 然后把它倒进模具里头 冷藏四个小时 这有啥模具用啥模具就行 先来点小方格 再来个小兔子和小狗的模具 狗子奶了 OK四个小时 这啥东西啊 谁家冰箱里有血散呢 谁在我家冰箱里堆雪人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东西 我家这个冰箱很怪 这上层有下层没有 前段时间还有个粉丝私信 说珍珠奶茶配白米饭 还真恶心 正好中午吃外卖剩半会儿 又点了个奶茶 试一下 再来点小李尔 说实话 它应该不难吃奶茶双拼饭 不是 这都是一二三四 奶茶四拼饭了 都是啊 OK我们尝一下吧 但是其实我觉得 它应该难吃不了 现在奶茶长得都跟八宝粥似的 所以它放点大米饭 这都有西米露 红豆啥的 那放点大米饭 它也没啥说的吧 我们先尝一块吧 粉丝推荐了 跟那个变态似的 来口奶茶拌饭 不明白 就是意义何在呢 再来口加这个烧鲜炒 这种感觉是啥呢 甜甜的大米饭 就这份奶茶 它是能喝饱的 这好像不是西米露 这是什么啵啵洞 好像是 甜不嘴的 兄弟们真没必要 大米饭 别整大米饭了 就泡完了 它就有点像糯米饭 奶茶味的 在东北 我小时候吃过那种 黏黏的黄米饭 好像是拿小米做的吧 就做完了黏黏的 然后蘸白糖吃 跟这个是 一举同工之妙吧 我感觉是 哎呀 不太妙 不太妙 这个不太妙 这个很怪 都冷藏好了 是不是 奶酪瓣的那种感觉 感觉真差不多 这不一个味吗 甚至比它都好吃 我靠 真奶酪自由了 我一开始还行 用草莓牛奶做 这样能做出来粉色的奶酪 当然我忘了 跟外边买哪个奶酪 一样一样的 兄弟们 这不直接吃到爆吗 这一小碗多点五六十 感觉能扣出来 十多根奶酪瓣 用这个大盘脱下膜 先脱个狗 白色沙皮 它有个脚 脚也太断了 好好好 没事 可以 再脱个兔子 不是裤子 是兔子 兔子 兔子这个太小了 完了完了 耳朵跟脸脱掉一半 丧尸吐 少了一块脸 然后把这个小方 给它脱起来 然后再给它来点啥呢 再给它来点椰乳 椰乳小奶酪 有没有冬日的感觉 而且这个做法相当之简单 就只需要四种材料 就是有点费碗 但是正常操作的话 应该是费不了碗的 这以后我肯定就不在外头买了 直接自己做了 这兔子屁股也是Q弹 赶紧尝试一下 真的味道不差 还可以加点水果啥的 OK 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 帮我点赞关注 OK OK